课程 各位同心 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由我们潘又谦潘老师带来演讲 请大家用掌声欢迎 谢谢 大家好 现在来上课 有手机的 关于静音还是震动 解读解读 今天上课就是在我参加民政府以来 慢慢地把国际法律去了解 去看媒体的法国 哇 原来过去 我们台湾人看不懂媒体 我们台湾人是看不懂媒体 根本不知道国际社会 他们讲话高来高去 我们根本不懂这些东西 我们慢慢地来看 刚才解读 要解的是思想的独 因为我们70年来 已经思想上面 被中化了 被中国化了 以至于我们很多观念是不清楚的 没清楚啦 很多人都沉沉做会 我们不知道 到底要怎么分别 你我 社会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分别 有时候我们会把对的东西 说做不对 跟不对的东西说做对 台湾人呢 因为70年的洗脑 输送已经测软了 那简单的逻辑测试 简单逻辑测试 来 有白色的光嘛 对不对 有没有红色的光 有 有 有 青光 青色的嘛 不是青光炎 是青色的光 也有黄光 那请问大家 有没有黑光 有没有 有一期 有人说有啊 有黑光 黑就是没有光 我们叫做黑 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 有没有 有没有 有的请举手 放下 你觉得没有的请举手 OK 其实没有啦 哪有黑色小白兔 黑色的就是小黑兔 白色的就是小白兔 为什么会有黑色小白兔呢 所以其实我们的认知里面 其实混淆了很多 错乱的 价值观冲突的 我们误以为他是真的 甚至当我说有没有黑色的小白兔 其实大家头脑里面出现的是 右边这一只嘛 对不对 其实他叫小黑兔啊 白色就叫小白兔嘛 那棕色的呢 灰色的呢 花色的呢 这样很清楚嘛 这就是逻辑 但是我们 的教育体系里面 教逻辑是到高中才教啊 事实上逻辑在所谓的国小的階段 数学上他就有逻辑在 但是 这个体制里面 不会教你这种东西啊 好 继续 猪跟猪生的是什么 猪嘛 狗跟狗生的是 狗 人跟马生的是 没有这种东西啦 人跟马不会生人马 人跟马不会生人马 如果他是真的存在的话 请问他是公的 那 他们怎么继续生殖下去 那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 有人吃马肉嘛 对不对 那这种可不可以吃 也可以吃喔 对啦 人都可以吃了 有什么不能吃的 对不对 好 对 我们说的70年是1945年 1945年到今年 就这70年 这70年来 只要你大概75岁以下啦 75岁或者77岁以下 大概教育之后 我们受到洗脑的教育 我们的认知就会错乱掉 就是这个时间点啦 读话教育就开始了 用这一张 这个是 投降 日本投降 我们的认知里面是错乱的 我们看一下影片一 是 你没被冲 damp 你没被冲 damp 你没被冲 damp 我而成年呢 你冲 damp 你不知道什么 跟我们讲说 你们 日本啊 日本跟我们讲说 你们知道 日本尴 走美鳳凰河 還不知道 那時候小孩都不知道 你以前住在台南 台南是呀 所以你的印象就是 日本人跟我們討論一下 對 這是我們美鳳凰河 那時候日本還在日本館 對呀 那時候日本館 就是中國 中國來的 中國來嗎 中國要來的呀 以前後來就中國來的呀 中國來的 那時候日本要回來 我還知道 那時候是有的 阿伯說 說得對 各位不對 他說 空襲是日本跟我們討論一下 他剛才來 說 中國過來 中國過來 那個時候他四歲 如果說1945年10月25號 那個時候過來的 他說他現在七十四歲 就是說他現在七十四歲 我剛才沒說 七十五歲 那時候差不多 你如果經過到有洗腦了 你就都變成這樣 中國過來 日本跟我們討論一下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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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軍跟我們討論一下 美軍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我們台日本去嘉義修正 就要把我們討論一下 所以 美空襲是 我們在美空襲 美什麼人的空襲 美軍跟我們空襲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這個觀念 一定要深深刻刻的植入 放在你的頭上 你腳會蹭起來 剛才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我們看影片二 一個中國人告訴你 中華民國已經死了 意思就告訴大家 到底 我們怎麼樣給 1912年成立的 所謂中華民國的定位 誰都沒有否認 1912年 清朝 告一段落 中華民國成立 大家都承認 可是到了 38年以後 1949年 中華民國還有沒有 照著世界史的說法 照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 照著我李敖的說法 中華民國沒有了 可是 照著在台灣的 蔣介石他們這些黨羽的說法 中華民國還存在 只是 到了台灣 我給大家展示過 我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呢 就是 蔣介石的一個秘密資料 蔣介石在 1950年 1950年 3月16 13號 有一篇秘密的演講 叫做 《復植的使命與目的》 請注意哦 這是蔣介石的親筆字啊 他裡面談到 他說 中華民國 王國 王國 中華民國 王國 中華民國 王國 中華民國 已經滅亡 告訴我們 1950年3月13號 蔣介石的秘密談話裡面 他承認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了 可是這個真相 他當然不會告訴台灣的全體的 這個中國同胞 他說 中華民國還存在 這麼一個幻覺 我告訴大家 一直 延續到今天 我們來看看 李敖 中國人 他把這個事實講出來 這屬性啦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 而且 不是李敖講的 是 蔣介石 跟你講的 已經滅亡 李敖他剛剛說那句話 對 屬性 這個幻覺一直持續到現在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如果沒有來到民間府上課 你現在還以為 中華民國還存在 可是問題來了啊 中華民國不存在 那我們現在這個東西 感覺像政府 像國家 有軍隊 有印鈔票 有護照的這個東西 這個體制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如果說中華民國不存在 不然這個是什麼 我都會跟大家講 來 中華民國他已經完全被封殺掉了 我們看影片3 馬政府實施外交修兵後 台美關係真的逐漸回溫了嗎 就在馬總統上任後 第一個雙十國慶的前夕 美方通令駐外單位 不准與台灣進行正式的官方接觸 甚至不得參加雙十國慶的慶祝活動 面對美方大動作 有立委要求 外交部必須向美方提出抗議 馬政府外交修兵的政策開始發酵 就在馬總統上任後 第一個雙十國慶的前夕 美國以國務卿萊斯的名義 通電所有駐外單位 不得出席台灣的雙十國慶活動 他這個是例行性的 每一年八九八月底九月初 這個是他每一年都會做這個動作 以外交部的立場來講 我們要這個預期美方重新審視 而且重新改變這種方式 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但是真的是例行通責嗎 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參加台灣的國慶活動 還要求官員不得進入台灣的官方機構 更不准直接與台灣官員進行通訊 美國國務院更強調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凡是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等字眼 一律不准出現 對外統一口徑只能使用台灣 消息傳來立委各個有話要說 你自己都總統都自己會說 為一個地區的首長呢 那人家國家別的國家 為什麼要尊重你為國家 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覺得美國政府這一點其實做得太超過了 而且我覺得說有一點 可以有點挑釁 而且可以有點在這個 冷卻了我們現在雙方急速升溫的 這樣一個兩國的關係 如果這個屬實我們當然要抗議啊 對不對 我們的國家就是要中華民國 為什麼不可以成中華民國 立委們的反應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在馬政府之前 台灣官員可以到華府下工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楊蘇利 更大方出現在台灣的總統府和外交部 美方態度的轉變 也給台美關係添加了不少變數 新唐人亞太電視台北綜合報 這個新聞看得懂吧 美國已經表態了 對於台灣的議題 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每次都是美國在講話 為什麼沒有台灣人的聲音 有人會說有啊 你看立委啊 他們不是台灣人 我說的台灣人指的是 沒有台灣國 國籍的那種台灣人 他們還是依據中華民國的那種 體制內的身份在講話啦 所以 洗腦之後 我們一直把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 因為 深深的愛著我們的土地 台灣 結果呢 被這個體制所綁架 以至於 人家只要攻擊到中華民國 我們就會覺得心裡受傷 我們就以為人家在攻擊台灣 我等一下還會放一些影片喔 如果放出來 你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覺得很受傷 那就表示你的情感還綁在裡面 今天這門課解讀 就是要把你們的 這個思維 從中華民國體制 解放出來 不要被綁架在裡面 這是台灣人 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認知問題 把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最次吃辣的問題 就是這個問題 經過70年的洗腦 每個人 頭腦裡面 都有一個中國 大中國思想 我們都這樣子 我們都這樣子 可是我們的嘴巴都說 我是台灣人 我們的嘴巴是 那個台灣嘴 現在 你注意看 我有一些朋友 他是所謂的 所謂的外省 所謂外省跟台灣結婚 然後生了第二代第三代這樣子 他只要講中文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們中國人 那個公開的時候 他就會講 我們中國人 可是 因為他媽媽是本土台灣人 他講那個閩南語的時候 他說 我們台灣人 他沒有意識到 他在講話的時候 會有這種區別 事實上 是這個上 在他頭部裡面 就是有這兩種身份 他把這兩種身份 併合在一起 台灣人等於中國人 中國等於台灣人 中毒的現象 就會產生這個 到處拿著 這個流亡政府的旗子 然後到處跟人家宣揚 這個叫做台灣 這就是中毒現象 然後以為這個叫台灣 全世界都知道 台灣 不是一個國家 沒有自己的旗幟 但是我們到處去跟人家講說 這個叫做台灣 我們愛台灣 我們愛我們的國家 表現出 愛國情操 台灣人很愛國啦 可是愛錯國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體制的管轄之下 導致我們把這些原來錯誤的東西 認為它是正常的 它是正統的 那中毒的原因就是因為教育跟媒體 70年來的教育 以及媒體24小時不斷的播放 然後 提出到我們頭上 一直停留一個中毒的現象 這個是最新的 那個民調 你看他的民調 他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以這個命題來做調查 結果支持的人高達65.8% 然後 加深中毒的問卷 加深中毒的命題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 有無必要改變國號建設 沒有必要 74.6% 很嚴重的中毒現象 所有被調查的人 有74.6%的人覺得 台灣就等於中華民國 不用改變國號 所以會造成違反一中政策 就是說 美國你不能說 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你要放棄 放棄一個中國政策 要承認兩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我們 台灣 就都黏黏在一起 就是這樣 其實台灣人根本就不知道 什麼叫做一中政策 我等一下給大家介紹 我們看一下影片三之一 com 如果是好看 我們要靠近 那些人要靠近 你 可以看 我們要靠近 我們要靠近 有些人 這個電視 這個影評就是一個尾巴 你看我後面去 他的劑頭是用倒邊的 對不對 這個水倒在哪裡 他會變過來 今天去台灣的媒體 就是那個杯子 來民政府就是要把大家那個杯子拿走 你才看得到真相 不然我們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觀點都是完全相反的 甚至我們不覺得 而且我們認為那是真的 看起來就是向右邊 事實上是因為你透過了那一個杯子 你看起來的東西已經完全反過來了 媒體就是那一個杯子 接下來教大家開始怎麼樣解讀媒體 美方的態度 我們看影片是 美方的態度 馬政府實施 抗議爆炸 再來看到這後座力也是蠻強的 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號的時候 是我方和美方在雙向元舉行了元旦升旗典禮 更號稱是台美雙方斷交36年來的首次 因為想到大陸方面是進行抗議 美國國務院也做出了回應 我看他中毒陷線 我看他中毒陷線 是中毒陷線 而出來駐美代表處在台美斷交36年來之後 首次的舉行雙向元的元旦升旗典禮 已經發大陸外交部的抗議 同時也向美方提出了嚴正的照射 這個新聞呢 加剛剛那個新聞 美國全面封殺中華民國 所以這種行為是不准出現在美國的 所以美方出來發表說 我們不知情 第二個 這種行為違反一中政策 就是企圖搞兩中 這一群人就是所謂的中華民國 所謂的外交部 我為什麼說所謂的外交部呢 事實上中華民國已經沒有外交部了 所以 這個所謂的外交部的沈呂巡 他說 立委在質詢他的時候 他說 台美只有關係沒有外交 當你是政府的時候你就會有外交 台美只有關係是什麼 剛剛那個新聞又說到 台美斷交三十多年以來 當時台灣跟美國斷交 什麼時候 台灣什麼時候跟美國建交 從來沒有跟美國建交 沒有跟美國建交哪來的斷交 所以中華民國跟台灣這兩個 名詞一直在混用啊 所以那個新聞你只要把台改成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 那你就聽得懂 台美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 跟美國只有關係 沒有外交 你這樣看媒體你就知道 原來是這個樣子喔 如果你的情感還綁在裡面 你就說 台美只有關係沒有外交 怎麼會搞成這樣 然後他自己自我感覺良好說 我們還有二十多個 那個邦交國 誰跟台灣有邦交國 沒有啦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跟台灣有邦交國 台灣跟中華民國是要切開來看的 什麼叫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一直堅守的一個中國政策 指的就是 在聯合國裡面只有一個中國 存在 不可以有兩個中國 而那一個他所承認的中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你只要抱著中華民國的這個大腿 企圖一直想要加入聯合國 反回聯合國是不可能的啦 美國不可能讓中國 變成兩個中國 三個中國然後加入聯合國 這個叫做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 這兩個名詞一直在混用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不清楚 我們看不清楚什麼叫做 他的訊息是什麼 我們就搞不懂 我們看一下影片五 替外頭排一排站準備辦美簽 但有民眾投訴 金門人要去美國念書 簽證上的國籍 竟然要改成大陸 China才行 很多這個金門人啊 去申請美簽 要求被關上中國 我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美國在台協會 不能因為金門是福建省金門 就把金門當的是中國大陸 有民眾認為不合理 因為手上拿的 明明就是台灣護照 天洩申請表示 卻要更改國籍 美國在台協會也指出 因為電腦系統分類 金門馬祖屬於福建省 民眾拜美簽時 國籍才會歸類China 一直以來都有的問題 詢問外交部也只說要再研究 只是金門馬祖人本來想單純辦個簽證 最後卻還要為了國籍傷腦筋 打呼不可吸引 所以我剛剛說的 中華民國跟台灣這兩個名詞混用 那你把它轉回來 你把它解讀回來 他剛剛不是說 明明持的是台灣護照 請問哪裡有台灣護照 如果你把它轉回來 轉譯回來 明明他持的是中華民國護照 你就了解啊 再來 金門的議員 他說不能因為 那個金門屬於福建省 所以國籍成為中國 請問大家 金門是不是福建省的 是嗎 福建省是哪一國的 他的國籍要寫什麼 中國 沒錯嘛 為什麼他有那種疑問 奇怪的疑問 那媒體做這種新聞就是要刺激台灣人民 你看 我們被欺負了 我們被打壓了 我們的國境空間被壓縮了 他的情感在裡面 把金門人也當台灣人 然後 有趣的是 問AIT的官員 AIT的官員就說 好久以來就有這個問題 因為 他也解釋了 因為金門是屬於福建省 所以在美清上是會這樣子認定的 然後 記者不是又說 問外交部 外交部回答了一句話 非常的巧妙 是兩波千金 叫做 我們還要再研究 台灣人的回憶 再研究好 但你研究了 我們就繼續 工作我們的 吃喝玩樂 繳穗金 吃喝玩樂工作 繳穗金 我們都在這裡 不知道上面要生什麼 外國人很清楚 台灣人很忙 很多新聞都一直是這樣 外國人就知道 金門馬祖你的護照 就是 國籍上面認定就是中國 然後台灣 澎湖 在認定上 叫做台灣 但那個National不表示說 你的 有一個國 然後有一個國籍 因為我還會講 有一些資料顯示出 美國對台灣的定義 並不是國家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媒體辨識法 我們 教大家怎麼看這個媒體 你看那個星星月亮的時候 你會用左邊這隻還是右邊這隻 左邊 你要用右邊這隻 右邊這隻應該看不到月亮吧 如果你要看那個 Viking 就是 C 微生物你會用哪一隻 右邊這隻 很簡單 因為你在看不同的對象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的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儀器 不同的觀點去檢視它 看細菌也可以用這隻 可以 怎麼不可以 可是你看不到 有人用望遠鏡看細菌的 不可能 其實他們都是放大鏡的一種 我們看媒體的時候 盡量看原文件 盡量看原文件 他如果是英文就看英文 法文就看法文 盡量看原文件 但是因為70年的教育把我們 英文教壞了 數學交爛了 然後我們只看得懂中文 甚至 我們用中文來嘲笑彼此 中國文化很喜歡在文字上 做那種角動作 做功夫 看原文件之外 你還要多方的對照 有不同的文件對照 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最近發覺的 剛剛所謂的中華民國跟台灣的那種 名詞的混用 或者是對於我們認知的那種定義 公民國民的那種混用 我們看一下 這是我網路截圖的 我們現在直接看網頁 不要說這個都是我自己製造出來 我們直接看網頁 讓我直接操作給大家看 來 這個是AIT 申請美簽的小幫手 那你 你注意看 這上面有一個english 就是說他有英文版的 你在所謂的中文版的情況之下 你看開始 這個小幫手的意思就是說 先幫你判定 你的身份是否符合辦理 這個電子的美簽 這個小幫手 網頁上 所以你的手機如果有上網的功能 現在其實就可以照著這樣操作了 然後第一個來 是否為美國公民 他第一個問你的 你要辦美簽 你是不是美國公民 然後你是否在美國出生 或者是你出生時的母親是 其中一方是美國公民 這是中文嗎 沒錯吧 中文寫的公民 然後你點一下這個english 來 往下看 公民 就是citizen 那citizenship 就是公民身份 那所以你看下面這邊 他說 就是你出生在美國 或者是你的母親 你雙親 你其中一邊 他具有citizen 美國公民 的身份 所以公民叫做citizen 英文上面就是這樣定義的 好 那我們 回答 回答 No 然後按中文 注意看這邊 這邊就好玩有趣了 他這邊說 你是否為台灣公民 台灣有公民嗎 那為什麼他寫公民 混淆視聽 我是台灣公民耶 所以我有一個台灣國啊 我是台灣的公民 所以我有台灣公民的護照 這個護照 除了批以外 除了批以外 這邊寫了一個台灣以外 哪一個地方可以證明你是台灣公民 那我剛剛說嘛 你去做比對嘛 來我們點 這一個問句 你按英文版的 這邊有沒有寫 他這邊的問句其實是寫說 你有電子護照嗎 他並沒有寫說 你有台灣公民護照嗎 為什麼中文會翻成這樣 那英文變這樣 為什麼 問謠視聽嘛 然後再來看這邊 Are you a Taiwan national 什麼叫national 國民喔 國民 這叫做國民 Taiwan national 他剛才說citizen 你要寫citizen 台灣公民 你這裡寫台灣citizen 他也沒寫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中文版 你有或沒有 我要寫 Yes 有 好 那 操作到這邊就好了 這個給關閉了 這個網頁就是 你可以從英文跟中文去發覺說 別人國外外國人我剛剛說的 外國人都很清楚 台灣人很毛毛 外國人都很清楚的 這個網頁上寫的東西是什麼 只是因為我們看到中文之後完全 翻譯錯誤 扭曲掉 那你以為說我們是公民 國民 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直接Google給它翻譯 National就是國民 citizenship 國籍 citizens 國民 這不是我自己亂掰說 這個英文的意思就是這個 是網路上它就直接 你這樣子去對照翻譯 就知道了 然後 這個申請電子 晶片護照 他這邊有問到 欸 這邊有沒有 持台灣電子晶片護照 他這邊就會寫說 你持的是電子護照 No 根本沒有所謂的台灣國 所以沒有台灣護照 可是為什麼新聞媒體一直說 持台灣護照 持台灣護照 在洗我們的腦 在讓我們把這兩個東西讓它更 台灣跟中華民國這兩個概念 讓它更緊密的結合 所以只要他們受傷 我們就會跟著受傷 只要對他們好的 就是他們中華民國好 只要貪污的就是台灣貪污 你只要看新聞都會做這樣的切割 只是我們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情感綁在裡面了 我們看一下影片6 所以台灣跟中華民國這兩個名詞 你這個搞清楚之後 你在看新聞的時候 你去做互換 現在居然成了搶手禍 由於全球有129個國家 給予台灣免簽證的優惠 就連美國也給了台灣免簽 使得中華民國護照現在搶手到 連對岸中國大陸的民眾 都開始紛紛寫信 諮詢表明想申辦 據說這信件 有如雪片一般的飛來 喜歡台灣嗎 很喜歡很喜歡 很禮貌很能性的子 多客你一言我一句 說中華民國護照 能到100多個國家都免簽 現在還有對岸人民 想移民到台灣來 大陸的邦交國有171個 可是只有20多個國家 給它免簽證的待遇 所以最近我們外交部 收到來自大陸 100多位大陸人民的申請 希望能夠換中華民國護照 馬總統喜一字字 說連大陸人民都封台灣護照 事實上外交部這兩個月 就接獲408封對岸的詢問信 有人劈頭就寫 馬總統您好 本人全家擁護三民主義 願意為國家貢獻力量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中國大陸地區是領土範圍 特向您提出 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還有人自堅稱外交部長為同志 說部長同志 我是久居大陸地區的普通老百姓 久聞中華民國民主之風盛行 最近美國又對台免簽 讓我對中華民國生活很嚮往 特別寫信到外交部 詢問移民事宜 外交部說大陸民眾想申請我國護照很難 必須先放棄大陸籍 或是在海外第三國取得永久的居留權 或是在政治 經濟 體育 社會領域有特殊貢獻 例如像是諾貝爾獎得主 或是國際賽事奪牌 這幾十年沒有人依此申請成功 就能說台灣免簽國暴增 連帶的也讓這本護照 夯到詢問度破表 特別新聞 崔永群能上聽到 這樣看我 為什麼馬英九他說中華民國護照 媒體又說台灣護照 你都藍藍做會 藍藍藍做會 你要怎麼分 你沒辦法分 都把它辦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跟我剛剛所播放給大家看的 他有連帶關係 兩個名詞在混用的時候 美國很清楚 中國很清楚 台灣人不清楚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的這些官員很清楚 台灣人不清楚 日本人也不清楚 這兩個東西在混用 我不清楚 因為收到的 再保留 中國人不清楚 人不清楚 兩個人不清楚 是給誰 给谁赴美免签 这个就是我们要问的 刚刚那个新闻 什么人可以拿免签吗 我找给大家看 免签证计划 VWP免签证计划 他这个网页里面 叫下 允许来自37个参与国 符合资格的旅客 这还有一个括号E 叫这个括号E 你如果它点下去 走出去抓出来 走出去抓 这个中文版的 点进去跑出英文版 我台湾人遇到英文 我看不了 别看了 这个就是美国在里面 这个是在讲什么 参加这个免签计划的国家 有这一些 你注意看 台湾上面有一个括号 这个就是E 这个一点下去 就是刚刚那个英文的 英文里面讲什么 讲这个 本文件提及国家的时候 我台湾没说 签证上面写的Nationary 国籍不表示说 你就是一个国家 他在这边有针对这件事情 做解释 美国AIT 针对这件事情做解释 他包含在1979年前的台湾关系法 就是台湾关系法里面 定义的台湾叫什么 这个意思就对了 然后 这符合 加有下 美国法典第八天等等的授权 提及国家一个括号 之外均应包括台湾 这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自1979年以来依据持政策 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关系 他刚刚那个审理讯会说的没不对吧 台美只有关系 没有外交 但是这什么人台湾人 永远没事情 他也你看这个 不会啦 你看这 Under 这里有叫一下 什么什么 United States Want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政策 Under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ermes has maintained Maintained Unofficial 非官方的 Unofficial 非官方的 Relations with Taiwan since 1979年 1979年以来 与台湾维持着非官方的关系 所以省里群讲这一话 你就看得懂了 可是在没有这一段的解读之前 我们还是会落斗到情感 怎么台美只有关系 没有外交 是美国给台湾免签 这个台湾是台湾关系法 里面定义的台湾 并不是中华民国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不得已 我们拿了这个东西 出国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叫做旅行文件 就拿这一本 所以他在你的Nationalry上面 注明你只要是台澎 这里出生的人 就给你TWN 那金马出生的就给你China 是这样子 在标明 在上面做标明 那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国家吗 是吗 我们搞的很奇怪 我们台湾人在这边 70年来搞的很奇怪 活在一个很像国家 又不是国家的地方 然后到处跟人家讲说 你我们不是国家 然后你又被攻击 跟人家讲说我是国家 人家又说你不对 我们就在那种矛盾当中 活了70年 台湾关系法 AIT的网站就有了 大家去看 这个第 这边有写第15条里面 他就是定义 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 可以做解释的 视情况需要可以做解释的 然后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些他有写 这个台湾有写金马 写下去 没有 金马的白人 他可以写下去 不然他写北京 台湾 一次情况需要 包括台湾以及北京 中国就变成台湾的一部分了 然后 这些岛上的人民 你看他写 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 等等 机关 他这边有著名 1979年1月1号以前 美国承认的中华民国的 什么东西 台湾治理当局 这个叫台湾 台湾治理当局 我们看英文版的 这里有写 这边有写 这边有写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 那这边有写 你看这上面这边下 The people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这些人 on 英文on就是你在那个岛屿上面 在岛屿上面就是 你不是那个岛屿的人 你是从 国外进来这个岛 on 我们本土台湾人就做of 我们 The people of 台湾 就台湾的人 本土在这边 我们祖先几千年以来 就是在这边长大的 我们叫做of 台湾 那他们叫做on 台湾 可是台湾关系法 保护的是谁 就是这些 在流亡政权 体制里面的 我们看一下影片7 历史关键时刻的自营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 把我做下来以后 刚刚交的那些概念也要运用在这个媒体这个新闻上面 慢慢进入情况 我说 这美国 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 都 反对台独 对不对 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 我说台湾说你军售 你还给他们计数 有没有这回事 他说没有 就讲了一般的 我突然就问了 我说台湾呢 在报纸上 这两天在报纸上说 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 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 大陆反对我独立 我不需要独立 我已经是个独权独立的国家 报纸我 想都没有想 他就说 台湾他随便怎么讲 那是他的事 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的一级 为什么 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个独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主权 在联合国把台湾驱逐出去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去的时候 就讲了 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什么意思呢 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也是属于中国的 是吧 那这句话不是严重的打击吗 所以呢 台湾当天股票掉了 两天掉了一千多亿 蒸发了一千多亿 台湾的记者就很服气了 第二天在国务院 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就说 拜卧尔是不是失言 是吧 那个国务院发言 没有 我们美国立场一向如此 那这个话讲以后呢 历史关键时刻呢 好 他都要你来看 这个新闻在讲就是 美国 这个鲍威尔他说 台湾 他英文就这样讲嘛 他们遵守one China policy 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did not enjoy 不享有 sovereignty sovereignty nation 就是国家的主权 他那时候就是这样讲 然后呢 台湾 不属于 就是 台湾的主权 属于谁的 他并没有讲 可是后面这个 所谓的中华民国的这个 外交官他就说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然后他又讲了说 当年 联合国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 他刚才这样讲嘛 谁退出联合国 谁 是台湾吗 所以你看到这种新闻 对喔 我的情感又受伤了 为什么我们被驱逐 就是联合国什么的等等 这些 来 2758 決意文 我们看一下网页 直接 你就可以上网找得到了 网页 这个是联合国的这个网页 2758 你看这边 这边有一个2758 这里 你把它点下去 这个都是历史文件 我找得到 你也找得到 2758決意文 就是这一篇 就是这一篇 这一篇他上面讲到的 这个 收掉 这是历史文件 決意文里面讲到 你看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他是要恢复承认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 唯一合法代表 然后他是安全理事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 那如果有两个中国 三个中国 十个中国 那大家都是常任理事国 这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有否决权 否决权 那大家都有否决权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呢 他又说 承认他的政府代表为 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 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谁的代表驱逐出去 就是蒋介石啊 不是把那个 台湾的代表 从他在联合国组织 所属局 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不是 是蒋介石那种掛出来的 但是掛出来的时候 他又骗了 他骗我们说 啊 汉贼不良力 我是汉 那个 中共是贼 他进去 我就不在里面 我很清高 我们骗 骗到这 这边啊 Aspel Forthways 立即驱逐 叫做CKS 将开泄 就是这样啊 台湾到底是什么 台湾可以独立吗 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前两个礼拜啊 那个我在那个新竹周办 在那边有一个路人甲 看那个民政府的办公室 在那边很久 他就进来问了 跟我聊天啊 然后讲 我讲那个我们的那个法理论述给他听 然后他讲到最后 他说 你讲的我都同意 可是我们台湾人民 要自己当家做主 我们要独立 我们要自己管自己 可不可以 所以 我就跟他说 你说的这个方法 在 台湾 的某一些条件下 就可以了 第一 台湾是殖民地 第二 台湾 是无主之地 那你就可以做这个动作 依照联俄国的宪章 你可以做这个动作 人民自觉 可以 问题就是在1945年的4月1号那一张 造书啊 造书之后台湾的那个 领土的这个性质就改变了 台湾的谁想独立 是中华民国人想独立啊 并不是台湾人想独立啊 台湾人因为搞不清楚状况啊 然后情感被绑架在里面了 导致我们 认同他们的独立思想 独立是什么 什么叫做独立 Independence 什么叫做独立 大家定义一下 什么叫独立 一个国家 独立的意涵是什么 我是一个学生 学生啊 我还在读书啊 我搬离开我的家 在外面租房子 吃喝 然后自己生活 我这样算独立吗 算吗 我对了 我没钱的时候 我搬离开 没有啊 土股有工赏我有啊 收费较少 我骑过 有没有 这没独立嘛 如果我毕业了 然后我找到一份工作 我自己用我的薪水 租个房子 在外面自给自足 我独立了吗 我独立了吗 我都独立了啦 因为我已经脱离我的 原生家庭的供给 或者是一些 因为我不需要再依赖 我原来的 所以独立的定义是什么 你一定是一种 状态叫做殖民地 那你有一个宗族国 或者 你是一部分的领土 你有一个母国 有一部分的领土啊 这有潜力的 这不是我这边随便乱讲的 这是有潜力的 国际法的潜力 来 独立议题是假议题 他是欺骗台湾人的啦 台湾人根本不需要有独立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部分的领土 对不对 他想要独立 所以 独立要找母国 从母国独立出来嘛 从我的原生家里独立出来嘛 所以 魁北克的母国是加拿大 所以魁北克想要独立啊 没有错吧 他们投票就是想要独立嘛 来 重组国殖民地 这个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喔 这红色的部分都是以前 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喔 除了他们自己的那个四个 那 他们独立之后 重组大英国协的联邦 这就是蓝色的部分 这是独立之后的 所以有些 红色就没有 就没有了 苏格兰 不是想要独立吗 去年 要公投嘛 所以他从 大不列颠王国 就是这四个国家 要独立出来 他的母国 宗族国 克里米亚 他的 这一块红色的 他的母国宗族国是 乌克兰 他要从乌克兰独立出来 这叫做独立 那叫做独立 加泰隆尼亚的西班牙 他是这一块 然后从西班牙独立出来 台湾 说的台湾 就是灰起了 花去了 灰起 我们要从哪里独立出来 过去有台独思想的 我们要从哪里出来 台独的人根本不知道 我们要独立 我们要独立 有人说独立就是我 从原来的地方 我本来是蹲着 然后我站起来 这样叫独立 独立就是从一个母国 独立出来 台湾人连自己的母国 中祖国都是谁 都不知道 结果呢 真正想独立的是什么 在台湾的中国人 当年过来 过来台湾的是 有一部分的人 是被逼迫的 被共产党逼迫的 当然不想要回到共产党的国家 他们想要独立 他们想要脱离中国而独立 所以台湾的中国人才会想要独立 那我们是被压制了 70年 结果呢 我们很仇恨中共 这个仇恨中共是因为 这一票人杀了我们的祖先 228杀了我们的祖先 然后他要教育我们仇恨日本人 教育我们仇恨中共 那种仇恨情感 一样站在一起 我们很讨厌中共 所以我们想独立 我们的是 被情感上挑起来 然后被 这种引导到 嫁接到他们想独立的思想 所以台湾的中国人 有一票人想要统一 就去签ECFA了 那有一票人想要独立 加入民进党 甚至外省人 独立什么联盟 结会 就是这票人想要独立 我们搞不清楚状况 他们在玩游戏 然后我们都是加入他们的战局 而变成他们的人 所以中国 对台湾的定义是什么 流亡台北的中国人 并且他宣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人他对台湾的定义 所以我刚才在说 中韩民国跟台湾 你要把它拆开来看 然后同样是对台湾 中国 美国 日本 台湾本土台湾人 甚至 在流亡体制里面的台湾人 对台湾的定义完全的不一样 美国对台湾的定义就是 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就是 抗台湾的这些人 事实上台湾 这个叫做 政治台湾 那另外一个叫做 法理台湾 就是 照国际法 其实美国均是占领的台湾 大日本台湾 美国讲的是 占领大日本领土的台湾 所以刚刚那个包 包先生他说 台湾不享有 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什么 因为你是大日本的部分领土 你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你不享有一个国家的主权 是这样 再来 沉睡了台湾人的台湾定义 中韩民国等于台湾 改国号跟自宪就可以了 这叫沉睡的台湾人 台湾人 台湾的定义 沉睡的台湾人 有另外一票人 他说 中韩民国等于台湾 台湾要建国 摆脱中韩民国而独立 所以 这一票人 所谓的台独的人 他的祖国是什么 就是中国 他的祖国就是中国 在座的各位先进 你们的祖国是哪一国 你们的祖国是哪一国 我们看一下影片吧 邀请台湾参与WHO 是 欲法不服 欲礼不容 欲情不合 防疫之路加入WHO 也是重要的一个阶段 但是世界卫生大会 19号在瑞士日内瓦接幕 我国是第七度推动参与世卫组织的行动 宣告失败 中共发动了盟邦否决了台湾 以观察员的身份 以观察员的身份 入会 我方立委代表团 不满中共的言论 就在一场内 大喊抗议 但被警卫架出场外 据台湾加油 喊出台湾人 渴望获得国际公平对待的新增 今年是台湾第七度 争取进入世界卫生大会 九个中华民国友邦 在总务大会的闭门会议中提案 以共同防治SARS疫情作为诉求 要求让台湾以观察 原身份列席世卫大会 中共副总理无疑 亲自坐镇独军 发动盟邦 反制台湾参与世卫大会 我愿严重的指出 邀请台湾参与WHO 是欲法不服 欲礼不容 欲情不合 中國政府 你看看這個 以前的我 情感的台湾人 哇 很瘦的 說這個 沒有人權的國家 講這種話 把我們拒絕在外 事實上 2300萬人的需求 是因為沉睡了2300萬的台灣人 他搞不懂狀況 是我們搞不懂狀況 所以我們才會在情感上 波濤洶湧 看到這種新聞 我們不會解讀 然後就會情感上面的投入 投射 反射 然後就說 對 你看 大壞蛋 都把我們排斥在外 問題是 你把台灣改成中華民國體制 可以嗎 為什麼中國在各個 國際組織在防堵你加入 因為現在台灣這塊組織上面 還有中華民國這一票人 在維持著他這個虛假的體制 然後最嚴重的問題是 台灣人 兩千多萬人 去 投票 參與選舉 延續他這個體制 在台灣生存的時間 是這樣子 台獨 是中國人的思想 這邊 已經披露出來了 孫文聲明支持台獨 他說 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我不知道 在台灣有中國同胞 他把我們都視為在台灣的中國同胞 是從 大清帝國割浪的那一天開始 所有台灣的中國同胞 都叫做 被日本押破 所以孫文說 我們必須鼓吹台獨 和高力的獨立運動互相聯合 這個有文件的 再來 毛澤東也支持台獨 蔣介石也支持台獨 這些都中國人 然後 毛澤東說 如果朝鮮人民希望 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 我們熱烈支持 這點同樣適用於台灣 他們都支持台獨 那為什麼他們支持台獨 你這個就看得懂了 教育宗旨 他來台灣的70年 他們其實思想都是這樣子 教育宗旨 中華民國之教育 根據三民主義 以充實人民生活 扶植社會生存 發展國民生計 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 說得很好聽得到 誤其民族獨立 搞獨立的根本就是他們 只是我們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我們加入他們的陣容 然後在那邊大對抗 拔河 拔河 每一個拔河都是兩邊在拔 我要拔過來你要拔過去 台灣人就是在一個操場裡面 拿著一個繩子拔過來 有的人要拔到那邊去 結果這繩子圍繞著操場 一堆人在每一個繩子的節點 然後互相拔來拔去 我們都在這個圈子內 就是在這個體制內 台灣民政府的定義 台灣的定義 我們講到了 台灣民政府的台灣定義 才是本土台灣人的定義 就是台灣地位正常化 然後我們的論述就是日暑美戰 日暑美戰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年代 明治 1868年 1912年 維持了45年 日本的皇朝 他維持了2000多年 是沒有被人家推翻的 維持2000多年到現在 然後大政 1912 1926 所以我們去新政的新聞前 我相信 我們 74歲以上75歲以上 你的負值成本就是什麼 大政還沒有著著和 阿公阿嬤 爸爸媽媽 那個時候 負值成本就是什麼大政著和 現在是平成 大家看這個時間點 下關條約 1895 就是在明治這個時間發生的 然後大政15年 昭和 1945年 戰爭 結束 就是在昭和年間 大政期間 發生了很多事情 非常精彩 我給大家看 來 我們就是因為這一張 我們的主權 變成 大日本帝國的 天皇的 大日本帝國天皇 因為這一 你注意看那個和約的形態 和約的形態就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他這都不會寫命的 因為那個皇帝陛下 就是那個國家法人 他不會跟你說 大清帝國光緒皇帝陛下 他不會寫命 因為皇帝皇帝陛下 這個就不寫了 那是法人 國家法人 這個下關 下關條約就是在這個地方 日本的這個左下角 然後在這個港口的這個地方 上面 廣島這個下面這個地方 當年 日本來 管理台灣的時候 幫我們解放 婦女解放 婦女解放 肚子很困難 那壞 那壞的習慣 壞的習俗 所以有這個 解禪族會 幫助婦女解放 那是最平權運動 平權運動 就是兩性平權的運動 那時候就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祖國的建設 祖國就是我們阿祖阿公的國 那個叫祖國 有人會說阿公的 又起立 又起立 我也知道什麼 我們現在在說的是 有制度的那個國家 叫做祖國 你看這個時候 這個建設在北投 溫泉 溫泉的北投的車站 那時候北投的車站 台中的神社 鑽帶完 有很多神社 國民黨來之後 全部都拆光了 比較好 比較有規模的拿去當中列詞 這個是嘉義的 這個就是以前的照片 這個是那個台北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 什麼 博物館 這個 就是這一間 西湖的藝文館 以前長這樣 現在不知道做這個什麼色 是綠色的 那以前你看 吉隆藝 那個藝 藝 以前我們在說 那個藝藝 藝藝 那個藝藝 就是恥藝的意思 都有一個圓環 然後上面放了一個 對台灣建設有功的人物 紀念他 結果 國民黨來了 這個都拆掉 然後擺上了他們的 山壓線 那個江開線 就是這樣 博覽會 我剛才沒說 大政年間 博覽會 博覽會 博覽會的那個海報設計 那個時候 博覽會 我們有這個光榮的歷史 可是我們完全對這段歷史 無知 無知 這新的車站 現在又在了 你最看的這麼漸漸有沒有 現在稍微不一樣 用改過 有沒有 就變這樣 變這樣 祖國 你的祖國 你的祖國是哪一國 的 證明文件 這個 當年 有本土台灣人 駕到中國去 但是 他們要回來的時候 要有護照 這一張就是護照 那這邊有寫 這邊有寫 有一個叫 陳吳士 因為 他要辦那個記組 他要記組 所以要回來 我們放大 你看 這邊有寫 這邊有寫 發給護照 四肢有華人 什麼 下門 搭 搭載 這個 英國 爹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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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鐵利斯 來到 日本國 台灣 安平 這就是祖國 對不對 這就是祖國 他不是說 大清國 台灣安平 日本國 台灣安平 附照就是一個文件證明 我們這個土地的祖國就是大日本 因為1945年4月1號有這一張 導致我們的本土台灣人可以變成 國會議員 當國會議員 我們可以當兵 美國綠卡的人可以選舉嗎 可以嗎 不行 可是美國公民的人可以 所以你有參政權的時候表示 你就是公民了 我們台灣人集體的變成公民了 說到這個 有一些人 二戰之後 天皇投降了 戰敗了 然後他在救濟山合約 他說祥書投降文宣 然後那個救濟山合約 說已經完全放棄 台灣的領土了 主權都完全放棄了 我就問他說 我真的完全看不出來 那些文件裡面有哪裡提到天皇 天皇放棄了台灣 請指教一下 哪裡有出來 有寫 明文規定有寫 天皇說他放棄 他放棄台灣 他說 九七三和平條約 我就說二B 那二B 現在我就問 那請問 二B存在 二B就是在說 日本放棄台灣 澎湖 一切權利 名氣 等等這些 那二C他是寫 日本放棄 千島 青島 北方四島 那些 可是問題我又給他一個新聞看 美國承認 日本擁有 北方四島的主權 那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二B是放棄的 二C應該也是放棄的 為什麼美國承認 為什麼美國對於日本的領土 都有權力講話 這個就是文件 日本來台灣的時候 管理人民 要知道人民的動向 設的戶籍 藤本 裡面寫的非常詳細 你至於看 這福 福是代表什麼 福建 其實 因為 滿清 統治了 那時候管理了台灣的西半部 把我們本土台灣人滿化了 所以都留辯子 講這個 人家說賀樂圍 還是說萬南圍 然後講那個 客圍 所以他有所謂的管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子 日本人在管的時候 是因為 本土台灣人的拼捕族 你已經忘記了母語 那你只會講 所謂的閩南語 閩南語就是閩 就是福建那邊 所以稱為福 所以我們這一群人叫做 講 閩南語 或者是講 賀樂圍的語群 講這種話的一丁人 不是 不是 你的籍貫 不是 你的籍貫 你就是福建人 是說你福州人 不是 講客家話是講 客家話這種語言的族群 他不是血統上的 為什麼有熟呢 熟就是喜歡 你還會講你的母語的 你平譜的母語的 那就是熟 如果有生呢 就是當年的說的高砂 高砂主 你看還有青 可是那時候 有少部分的人 是從 清國過來的 青 這邊也有寫 漢 也是漢人 這都是戶籍的上面 我們可以授查到的東西 我們在講的法理 台灣人指的是法律上的定義 在 1945年的9月2號之前 原來日本國籍的台灣人 以及他們的後代的我們 叫做法理上的台灣人 我們現在在說 我們是日本人的意思是 要記一下 不是說 你的血液裡面有日本人 法理上的 日本人是這樣子 所以 我問大家 林書豪是什麼人 林書豪是多少人 他在法理上 就是美國人 馬英九什麼人 法理上 美國人 美國人 我們很清楚 我們現在在說法理上 所以 媒體很無聊 那時候 林書豪很強的時候 就開始說 他有阿嬤在台灣 問阿嬤 你林書豪什麼人 阿嬤說我們台灣人 情感上 血緣上 的台灣人 什麼叫做情感上的台灣人 這是一個外國宣教師 來到台灣 馬街 他來到台灣 活在這裡 在這裡 吃這裡 娶台灣人 當太太 生台灣的小孩 他對台灣很大的貢獻 我們認同他 叫台灣人 那個就是情感上的 事實上 馬街他的國籍 還在國外 他不是台灣人 來我們 下面看了 幫助大家 換回祖國的記憶 1988年的時候 有一株動畫 龍貓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 有看過 我就是因為最近小孩子很喜歡看 那我在重看的時候 因為我參加台灣民政府之後 我再去重看 發覺 為什麼裡面 有我童年的回憶 來 這隻 龍貓 有看這些人穿什麼衣服 你們有沒有穿過和服 沒有 有穿過的請舉手 結婚照 結婚那個是拍照用的 有穿過嗎 沒有 沒有穿過 我再放下去 大家就說有 你看 這也穿和服對不對 這孩子穿什麼服 這孩子我 這我本人 這我本人 你有穿過嗎 有阿嬤 小時候如果有就會拍照 就會是這樣 比較年輕的沒有 因為阿公阿嬤 不會把你做這個動作 我的阿公阿嬤 日本教育 那你就趕快 讓我穿這個 我是來參觀民政府之後 回到旁邊 廣場 你看看這張 來 有看過這個嗎 現在還有吧 有吧 龍貓裡面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常見 在我們日本時代那個時候 是鄉下才有的 對啊 現在還有啦 只是說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他這個是 一根管子插到那個地下水脈 然後他可以用那個真空原理 把他水吸上來 有人說pump 有人說水蛤肉 丁丁 不管 這個有這種東西 苗栗的客家大院就還有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台語怎麼說 這家 湯水是什麼意 意義嘛 因為我們 不要看過那個東西 日本人跟我們講說 那個是湯水 我們就叫湯水 我們不要看過卡車 日本人說 那個truck 我們就叫truck truck是什麼 英文的truck 我們不要看過 我們就對人說 我沒有自己發明 長情路的台語怎麼說 不要說 因為根本就沒有那個東西 有人就用 行 用意 什麼 基林錄 用什麼 火錄 不然你就直接翻 當 暗君仔的錄 好 以前有看過這個嗎 這就是湯水的圈 圈圈很漂亮 有沒有 我們過去的文明 在一些小細節上面 它是很精緻的 雕琢的 過去有看過幫助嗎 有吧 有 有掛過文帳的喔 你小時候每天要睡覺都會掛文帳 早上起來會收文帳 有這樣的經驗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你有 你是掛什麼文帳 你是那個蒙古包的那種的嗎 是嗎 掛文帳這件事情 在龍貓裡面出現 我就想起小時候 我們家也是困這個 是不是 我們困通坡 困這個 坐的 是附achel 當時 大人 Almighty在岸上用河浴 給他 放� collision 對不對 禍國的記憶 我看這筆 找回來的 以前 公車上面有一個小姐有tv 這公務人員 一整台車有兩個公務人員 為什麼要有這個小姐 為什麼 收票 收票 現在有這個小姐嗎 有在收票嗎 沒有現在是什麼 低一下就夠了 對不對 或者是投零錢 其實重點 不是收票 是打票 因為 鄉下地方沒有車站 可以買票 他只有一個牌子就像這樣子 你上車你總要計算里程 你花了多少車費 所以這一個小姐她的 座位的左邊那邊有一個 哪一站到哪一站多少錢 那就依據你上車的站 打票給你 他的作用大概是這樣 當然你有說他有驗票的功能 但是主要是因為 太多鄉下就是一根牌子而已 那需要這個功能 以前小孩瘋了什麼 整個頭都自己出來找對不對 對不對 現在小孩子弄丟了 報警也找不到 對不對 這是以前我們的風氣 這台車是什麼車 哪個車 哪個車 哪個說空名車 中國最最要的把它搞掉 不是空名車 天上 不是空名車 我們腦中裡面 那些中國的 跟中國有關係的東西 要把它去除掉 來 這台車你有坐過 給阿公阿嬤或者是爸爸媽媽載過 你有這樣的經驗請舉手 大家都有 表示大家都是大日本帝國的那個臣民 對不對 你呢 有沒有被他載過哪裡呢 那個腳後跟被這個 輪子捲到有沒有 有 鏡像深刻對不對 我也是啊 第二次坐的時候腳就開開的 因為怕又被捲到了 那以前有燈 甚至這種車子還有車牌 有車牌 那時候是有 車級的那個牌子 是被管理的被管制的 一個國家他在管理人民很多東西 他是有法律上的限制 法律上的規定跟管理 這個是法治國家 以前是不是都這樣駕車的對不對 以前又沒有那個輔助輪啊對不對 你是這樣駕車去手啊 我就是這樣學車的啦 然後踩著踩著 剛才人 不會動 跳下來用腳動 對不對 龍貓呢 龍貓的影片竟然跑出這些畫面 引起我們 的回憶 日俗美戰 其實我們就是根本就同一個國家 才有會有這種共同的記憶嘛 才會有這種共同的記憶 美戰的根據 這 九七三合併條約 第23條 叫什麼 這是美戰的根據 叫什麼 includ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這叫做主要占領全國 叫什麼 主要占領全國 美麗堅合眾國 叫做美國 主要占領全國 叫什麼 阿美麗卡 這樣 我也是來民政府 開始讀五十英 剛好看我這 阿美麗卡 這樣 其他就看沒有了 還在努力當中 來 美戰的單位 我們就看這種恰白 看這種恰白 在外面有嗎 USMG 這USMG就是 美戰的那個單位 美戰單位的根據 在這裡 勢必在這裡有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這裡沒有什麼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加USMG 是因為 根據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邊寫的 美戰的相關文件 這個是一種反證 這個是一個反證 這是中國 他說 台灣 中國官方的說法 他說 台灣和澎湖現在 人被美國武力侵佔 中國人很清楚 台灣的地位 美國人很清楚 台灣的地位 就是台灣人 不願意承認 也不願意面對 去認清台灣的地位 中國人就想 現在還被美國武力侵佔 可是現在台灣人跟他說 我們現在還在美國軍事佔領中 怎麼可能 就是這樣子 中國人都很清楚 當然以後才這麼黑白說 說什麼 他還有什麼完整的主權 什麼 這就是 你中國人對台灣的定義 應該你的官方說法 美國不承認台灣獨立的意思 就是 他還佔領著大日本地國的領土 你不能獨立 因為你違反 如果你走獨立的路線 會引發戰爭 違反這個戰爭 違反那個國際法 是這樣子 你看這新聞 美國第七電隊保護之下 台灣是絕對安全的 這個武力 武力佔領了 結果呢 我們台灣人又那種騙 說 如果沒有我們中華民國人來 台灣早就被共產黨接收了 是我們的國軍 中華民國國軍 在保衛台灣 其實不是 剛好相反 是因為我們被佔領的關係 是美國在保護這些 流亡到台灣 台北 的難民 大多病 這個莫名其妙 我們被佔領 然後被這個流亡政權 抓去當兵 當他們的炮灰 這個莫名其妙 美戰的現象 我們看一下影片9 內部 這還牽涉到美軍 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美軍 他們內部也是 這個後勤管理體系 也是有一些問題 結果他們錯把 四枚 這個叫做義勇斌 洲際彈道飛彈的彈頭 其實義勇斌是可以裝核彈頭的 彈頭的 它叫追體 就是飛彈的最前面那個彈 不知道為什麼送到台灣來 但是我們那時候本來 我們那時候本來 是跟他們採購的是直升機的裝備 那也不打緊 你送錯了 就送來 送來之後放在台南的這個 這個行情處 一個基地裡頭 庫房擺進去 擺了多久 一年多 沒有人發現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發現送錯了 沒有人發現送錯 我們有彈頭 對對對 我們有核彈頭的追體 放了一年多 一直到這個2008年的3月 美軍自己內部清查他們的庫房 少了四個彈頭 結果他也不是說通知我們國軍 我們國軍的那個 這個庫房的管理 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 反正這什麼東西 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彈頭之類 也沒有上報國防部 所以就擺在那邊 擺了一年多 結果美軍在2008年的3月 台灣總統大選後的某一天 三更半夜 派了一架軍機 降到這個台中清泉鋼機場 半夜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事情最扯的地方還在哪裡 美軍的軍包機降落在台灣的機場 國防部是不是應該知道 當然應該知道 沒有通報 也沒有通報 我們基地的這個聯隊長也沒有通報 連雷達什麼都沒有看到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講完 所以這個 有去蹊蹺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結果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AIT的官員 再透過軍中的所謂聯二系統 情報系統 因為跟他們很熟 就跟他們說 你們庫房裡面有四個東西 是運錯的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載回去 就派了這個上面是掛這個外置 這個外置的這個車子 就秘密開到台南的基地裡頭 然後就把這四枚彈頭 偷偷運到台中的清泉鋼基地 然後就飛機就飛走了 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的這個代表才跟 當時的部長就是 前一位文人部長叫蔡明憲 才口頭跟他報告說 我們昨天晚上把這四枚彈頭 載走了 但是現在已經在太平洋了 他才發現居然有這樣的事情 經過我們剛剛一連串 對於解讀 對於一些觀點認知的釐清 我相信 你現在看有這個新聞了吧 看有了吧 如果我們不是沒戰 如果我們沒有在軍事佔領中 美國為什麼可以每一次總統 中華民國他們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航空母艦都開過來 顧著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中國他們在選總理 選他們的習近平總理的時候 去開航空母艦去他們的天津 那邊給他擺著 為什麼不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美國台灣在選總理的時候 他可以做這個動作 第二個 中國在沿岸部署了兩三千顆飛彈的這個新聞 你有聽說過吧 對嗎 我請問在座的南丁壯士們 大家有當過兵的 要打下台灣需要兩千多顆飛彈嗎 要嗎 兩顆就好了嗎 如果兩顆就夠了 就放兩顆就好了 幹嘛 他在防誰 我們有大老虎保護者 結果呢 注意 恐嚇 恐懼 恐懼 就是一種 這種 中華民國流氧體制 的一種政治控制 你不選我 打安定牌 你不選我 阿公會怕喔 就打兩顆亞丹 阿公會怕喔 我們要怕死 唱一唱 阿公會怕 我們的政治不安全 我們的國平落 要打給他 結果 打阿扁也是不怕 為什麼 因為阿扁也是中華民國人 我們要不辦新聞證 進行我們的體制內 我們都是拿那一張 國民身份證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會怕恐懼的 就是中國人會怕恐懼 我們現在 讓這個美軍證明 他剛才會批評 很認識 美國開到清泉鋼 下飛機的 下機場 他說沒有人知道 你相信嗎 簡單邏輯思考 一台飛機下機場的時候 要不要跟塔塔聯絡 如果沒有聯絡下去 如果下面有一台飛機 不就 說到了 對不對 一定有跟當地的地情做聯絡 那 問題又來了 他為什麼 有跟當地的地情聯絡 然後下飛機 然後國防部又不知道 突然聽不見 哇 如果從一 отп 开的那种车 开到台南机场 大家应该知道台南机场有部署军力吧 开到台南机场 又把那个所谓的核弹头 核弹头 核弹武器的名字叫 义勇兵舟机飞弹 那个武器的名称 要把它载回来 要载回来清泉缸 然后再送辆飞机 再飞回去太平洋 然后所谓的国防部长不知道 另外一件事情 总统选举那件事情 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 航空母舰可以开来旁边 我请问大家 航空母舰是从美国本土开过来的吗 附近的基地 那都丹河 你这台湾有问题 那就载开过来 从这种新闻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我们还在美军占领当中 可是这种新闻在一般 你还没上课之前 你看到 就是茶余饭后 他要航空 有个飞弹 美国的库存 盘点什么那么夸张 美国人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美国会做这种事情吗 随便把两个核弹摆在台湾内 然后会不知道 会做这种事情 那就是很夸张的事情 所以这种违背一般常理的这种讯息 你就要看了 我们看有没有 台湾的地位将要回到历史的原点了 我们现在民政府 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国际的法理 希望 藉由这种国际法理的宣传跟教育 帮助更多的台湾人 从迷魂症当中觉醒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 玩中华民国流亡体制的游戏 选举就是其中一个 抗争也是 然后今天在玩罢免 今天不是在罢免蔡政员 然后一堆人 生意的游戏 生意游戏选举过后 中选位一开投票数的比例 一公布出来 台湾有效投票人 一千多万人 然后投票的比例高达了七成多 你为什么要公布这个 他为什么要公布这个 公布这个的用意就是 他向全世界宣称 很土台湾人 很喜欢 我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这边统治他们 很喜欢我在这边 玩的民主 就是假民主的政治游戏 有投票就可以 就是民主了 事实上有投票就是等于民主吗 不等于吧 一个国小的一个班级 要买体育服装 老师说有红色跟绿色 你们投票选一个 大家很高兴 我们就投票 秘密投票 选出红色的 就买了 请问有民主吗 老师已经决定好 要做 做这一套 200块的体育服装 只有红色 厂商只有做红色跟绿色 你们去投票选出来 其中一个 那我们就买这个 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们又要买武器啊 明明中华民国要再撤退 为什么我们要买武器啊 裁军 一直在裁军 然后又买新的武器 因为台湾关系法 美国其实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是有义务保护台湾 台湾的这群人 有义务提供武力协访 但是那一群人又却不是我们 真正本土台湾人的生意就消失了 就在二战之后就消失了 那个影片有没有10 我们看一下影片10 傅将军请问你 这个新闻里面还有一条是说 美军和台军之间的联系 如果U2是进入了台湾的飞行天保区的话 是不是照例要通知台湾方面 怎样通知 我很坦白的讲 我过去接触过这种问题 我也跟美华当面 跟他们提出严正的抗议 为什么每次美军的飞机 飞过这个我们这个防空饰陪器附近的时候 我们的飞行员用这个机频道 跟他们对话 他都完全不理 后来这个 台湾的国军 有了这个F16之后 我们也跟美方反应 台湾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机的这个性能 也提升了 这样呢 你们这样不回答 不理 这是相当这个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次报道讲说美方会智慧 美国国务院啊 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 他是坚决 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美军所有的行动 绝对不会事先告知任何其他的一个国家 包含他们血浓溢水的这个 最亲密的这个门帮 英国的军队 他们都不会做做这样的行动 这里面的嫌疾很多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讲 但是我肯定的讲 美国决定不会事先跟你打招呼 说我的战机 我的船舰 包含这个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 他们的航空母舰的位置 从来没有让台湾知道 附加运请问你 这个新闻里面 这个新闻大家看得懂了吧 为什么要让台湾知道 你就是我美国的占领地啊 我飞机开来就开来 开走就开走 有通知你就做尊重 没有通知你也没有关系 因为美国占领大日本领土的台湾 这个飞官 他刚才没说这句话 非常的微妙 里面有一些 可能不方便那个时候讲 其实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你F16提升了性能 怕因为沟通不良 导致战争 不可怜 不可怜 他会让我们的母亲都是办套的 部分性能是被绑住的 所以当我们在看媒体的时候 当你上过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课程的时候 就不再分说 民事 山立 是绿的 然后中天 TVBS 是蓝的 以前我都只看绿的 我都不看蓝的 乱讲 其实 人家没有乱讲 只是我们不会看 我们不会看 媒体又有一个现象 有找到了吗 我们看那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注意看 你好 我是Richard 这是Sara 我们将来专门的 非常有色彩虹 专门的币 这个币 的币 现在的概念 很简单 我只是拆了 在前面 和她 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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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看 我去 这个币 的 现在 准备 准备 这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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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让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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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Fact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 card trick 大家有看到這個魔術了吧 有發現什麼東西顏色被改變了 撲克牌的背面對不對 除了撲克牌以外 你還發覺到影片當中有什麼東西顏色被改變了 有嗎 卡牌 沒有發覺 真的沒有發覺 告訴各位 我不比各位聰明 我一開始看也沒有發覺 後來才知道原來 我給大家看的影片都有目的 而且它有意義的 我們繼續看下去 有發覺了嗎 那時候用一個更廣的角度畫面 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 back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有沒有那個咖啡廳那一個 I'm going to go for I'm going to go for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re's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 card trick 好 沒有看到後面 你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對不對 媒體就在做這件事情 媒體就是用我們第一次看的那一支 前面的那一個鏡頭 在拍攝 在解釋 在 那個紀錄 所有的事件 然後 解釋給你聽 這個事件 就是這樣子 然後媒體在拍攝給你看的東西 往往 產生的一種現象叫做 那個 轉移焦點 讓大家去看 你看 黃色小鴨 好可愛喔 爆掉了喔 大家西家代見 去看黃色小鴨 旁邊就在不堅強 在不堅強 在不堅強 再來看喔 黑色小鴨 有這麼緊張 你知道嗎 我去看 熊貓來了熊貓 遠遠喔 遠遠在看 原來 結果呢 跟台灣有關那個新聞 都不想自己去報啦 就像我剛才那個 AIT申請國局 他說他是中國大陸 中國籍 為什麼 這種新聞不會這樣 連鎖的一直追下去 頂心這件事情 一直追追追追 追到最後面 然後又轉移 轉移了一個焦點 選舉 或者是其他的焦點 然後就不見了 台灣人的頭腦的記憶喔 就是跟著媒體的時間 長度啦 有關啦 所以媒體一直不希望 他你 讓你看到 後面再換顏色啦 他就是不需要讓你知道 這些事情啦 很多事情 他是暗截到的啦 最近 這個禮拜 典獄長 典獄長被瑕持 這個就有趣囉 你如果去上網查 我那個行政院 那個 監獄那個什麼 組織條例 那個都廢止了 我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發覺 這就有趣啦 一群囚犯 瑕持了 不是典獄長的典獄長 然後有所訴求 那個訴求 媒體也不敢報 他沒有辦法 把你報的很仔細 最後 以死亡做結束 然後網友就說 我們現在台灣 變得那麼戲劇化啦 每天都有所謂的 那種電影上演 我再讓大家看一個影片 幫助大家釐清 更清楚 到底我們頭哪邊的邏輯 有沒有 把它 理清楚 來看一下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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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解答的影片有嗎 有嗎 喔我的天 你就給我 喔 做夢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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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請問大家齁 天鵝屏這隻雞 怎麼雞雞的雞雞 你看看怎麼雞 我問你齁 那個人的瓶起來 鵝屁出去 會走出去 還他雞一聲 這三個事情 真的假 怎麼假 真的啊 他是真實發生的現象 真實發生的事情 我給大家看 解答 我們解答的影片有嗎 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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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能力有掐鐵 超能力有雜欄 好 你知道我在問新的家是什麼 他剛才那個人的瓶起來 都會走出去 跟那個 找到六個身 因為安設機關 在物理現象裡面 每一個人去勾都會起來 只要不要太重 你叫一聲 會掉下來是因為有安設機關 有按鈕 他掉下來了 假的是什麼 是那個人 那個女孩子 剛剛那個在讓電梯浮上去 電梯是真的吧 為什麼換一個場景之後 他讓那個人浮起來 你會覺得是假的 如果你是現場的人 你不知道他後面有安設機關 你一定會認為那是真的 可是我在講的真的 並不是指那個人真的有能力 讓這個人浮起來 而是那個真實的現象在後面 我們看到往往媒體 所呈現出來都是表象 他後面有實際的真實的真相 我們將要回到歷史原點 你我都是見證 歷史的見證人 本土台灣人趕快醒過來 我們藉著這個法理 我們去尋找我們的真相 唯獨國際法理 讓台灣人才能走出真正的活路 謝謝各位